二台午餐会新的年也要帮他们募一份祝福 因为有家归不得国家又放心中 这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官方资料显示 截至2020年10月向联合国登记的 在马来西亚的难民人数总共有17万8千多人 其中缅甸难民居多有15万多人 今天连线到吉隆坡 我们请主播黄赵峰告诉我们 难民在他乡的故事 赵峰好 家政好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吉隆坡现场 缅甸难民成为了马来西亚难民人数最多的族群 继洛兴亚族之后呢 庆祖就排在第二占了2万多元 今天呢我们就来看庆祖的故事 他们虽然生活和教育的资源贫乏 但是庆祖的孩子却保有纯真的梦想 他们用自己的画作争取到了求学的机会 我的目标是参加者 我真的喜欢学习科学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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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们一笔一画勾勒出心中的梦想 将未来憧憬的模样描绘在画纸上 来自缅甸清族的难民 异乡生活资源匮乏 但仍不放弃生活 积极追梦 经营网络店铺的陈雨琪首次与难民学生合作 让孩子担任设计师自力更生 这些就是我们那时候去 那个难民学校小孩子亲自画的图画 他们的梦想 然后还有他们自己写的手稿字 所以很可爱 这个是要当一个舞者 跟难民学生一起做了一个project 叫Dream Come True Series 就是把他们的画像 然后印在帆布袋跟收纳袋上面 然后所有的收入就是 profit都是让他们可以去支持他们学习 跟生活的一个用途这样子 每一个帆布袋背后的故事 是否也勾起了你儿时的梦想 但愿你我的梦想都能一一被实现 拥护出心 活出绽放的自己 大爱新闻里婉俊如果充满一下报道 同样也是自力更生还包括法尔曼 育有四名孩子的他 靠缝纫手艺让孩子上学 孩子现在能够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而且还遗传到了母亲的针线活宫里 缝纫机的声音清脆响亮 来自缅甸的法尔曼正在缝制发圈 跟随丈夫举家来马生活已有十年 育有四名孩子 缝纫机是法尔曼的谋生工具 尽管那名身份受限 但他不放弃孩子的教育 科里斯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还遗传了妈妈的缝纫天赋 擅长勾身编织 我去学校 他们教他们做这种东西 所以我非常感兴趣 学习这种东西 所以我做了一课 现在我可以自己做 母子俩倚靠售卖手作品为生 而为他们搭起买卖桥梁的事 Andress Eye Project创办人刘佩靖 我们就以他们会的东西开始 让他们可以待在家里工作 然后我们再帮他们连接这个本地的市场 然后去赚到的钱 然后再给回他们 见到他们其实也蛮有天分 就是尤其是他 他非常有天分 所以就开始有一个小小的组织 那我就带他们就是到一些市场去 就是可能自己去演出 就是顺便卖一些他们所做的东西 Andress Eye Project创立的宗旨是提供孩子 学习艺术表演课 同时走入那名家庭 让妈妈们掌握遗迹记之长 改善生活 我看到他们都是在 都是在很努力地学习 很努力地进步 他们每一次做完一个作品 他就会发给我 的确这个可以吗 你觉得怎么样 这个还可以怎么改进 佩晶是一名表演艺术工作者 也是一位母亲 同时是那名孩子口中的老师 创立Andress Eye Project的灵感 来自于叙叙女儿的爱 我就参与一个难民的活动 所以认识到一个小妹妹 她说我喜欢唱歌跳舞 可是我没有机会去学校读书了 因为学费很贵 所以当时我听到的时候 可能就是觉得好像是我女儿给我的一个使命 所以我就说可能我可以把这份悲伤转化成更大的爱 去帮助更多真正有需要的人 一股诸人的强大信念 纵使佩晶一人需扮演多重角色 却不感到疲惫 未来也将延续试试女儿的爱 给予那名孩子拥有求学和追梦的机会 大爱新闻李婉俊如果充满一下报道 那名在他将生活不易 很多时候呢靠的是一个机遇 或者是来翻转他们的人生 也为他们感到开心 遇到了机会 他们把握住了没有错失两机 好的我们先来玩 把时间交换给佳蓁 好的 的确看完了两则新闻会从原本的担忧到最后像赵峰一样露出了微笑 替他们开心的笑容 我想包括了联合国到慈悸 所谓的UN到NGO 以及结合了社会的爱心人士 都可以给难民一些依靠的力量 但毕竟还是得靠自己走出来 迈开脚步 寻梦也不会一辈子被贴上这个难民的标签 那么在采访之余是否有更多感人故事 可以跟观众朋友来分享呢 赵峰 是的嘉珍 其实真的是他们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 真的人有无限的可能 这些难民家庭的孩子多才多艺 报道中我们看到的这个刘沛静 成为了他们生命中的这个贵人 在难民学校教舞蹈的他 其实从中发掘到了这些有天赋的学生 然后带他们一起去表演 让他们能够勇敢追梦 那其中呢像我们画面看到的 这个法尔曼呢 这位难民妈妈呢 就是佩晋第一位合作的伙伴 她希望能够借由这样的一个典范呢 能够让其他的难民家庭来效仿 然后透过手作一品来赚取生活费 那难民呢在他乡 不需要靠他人来援助 自然能够也活出另一片天 嘉珍 好的看到男孩手拿针线吗 或是在勾什么缝制 这些手工一品呢 都觉得是替他们感到欣慰 毕竟是什么都学什么都克服 未来这双手跟这一双脚 才是真正的脚踏实地 在异乡能够更稳地迈出脚步 谢谢赵峰的联系报导 带来这么温馨的故事 继续是我们